白石角浪桃地花 我们俗称是前庭 都挺大 放一些简单的餐饮 还有一个露台可以出来 洗手盆也很方便 进入就是一个铁闸 简单放一些粗糙的地方 然后再进入就是一个大的圆滑 这里放了一双花 还有最重要它的房间是有升降机 有一个浴室 进入可以简单疏细一下 放下一些东西 楼底不算高 但是它设计得很简单 然后再进入就是一个偏厅的位置 它间开了三部分 给一个私密区 你和人聊天喝茶可以在这里 转进去这边 长型的客饭厅 正常我就未必会加线屏风 不过设计师想的东西和我想的东西不同 这里就是一个回事型的梳化区 坐在这里其实你宴客 招呼朋友都很好 有两个拖门 两边都开到 两边都通去自己的花形区 室外花圆它做了一些茶几椅 还有室外的梳化 往回马路的 它做了一些绿化 可以保持自己的私人 花圆就够大 你自己换下 小朋友的宠物有个空间 烫门可以烫掉 这样也方便的 厨房就一个比较方正的间隔 厨桌就回到两边 一边就长延的洗切 另外一边就煮菜 而这个桌面用起来就很舒适 新宿的水龙头两个大升盘 櫃面是够用的 而且它的饰柜都做得挺骨子 这些都很方便 收纳量都够的 家电标准 豪宅有的东西都有齐 出去可以简单做一些BBQ 野餐或者开一些室外派对 都很方便的 这边就是工人房 里面还有一个工人池 我们顺着楼梯走上去 交楼标准就是简单版本 这里就是豪华版本 墙子都做完 你可以选择走楼梯或者乘升 这样就方便一些路人家 套房的位置 将床三边落到床 正常的设计 这里会做一个衣柜 做一个电视场 挂一下电话 由这里可以看到自己的花园 自己的来源 偏静一点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衣柜位 比较多收纳 这家屋就连起家具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就不太均确 然后这里就是浴室区 洗澡盘座廁 浸浴 还有有窗 这些位置都做得很细节 下次才可以 还有另外两间房 主人套房 再大一点 除了一张床座的床 三边落到床 还有一个梳化区 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做主人房的原因 就是除了望外面 还望到海 所以玻璃的隐性要好一点 就是你望到外面 外面望不到你 这样才叫做鬼鬼 窗盘座的衣柜位置 你可以整大一点 然后再进来就是主人浴室 相当奢华的配置 豪宅的五件套 双星盘 浸浴 淋浴 还有一个座椅 床门 这里就做了一个书房区 梳化床 就是做的背部可以在这里 就不影响在你自己身边 还有些书架 你可以做衣柜都可以 啊 它两边通的 主人房可以直接通来这里 就是看你怎么设计 挺特别 这里就是另一间睡房 都是三点下到床 这里就有一个套房的设计 这季还有一个浴室 都够大 唯一一样东西 这里就不好唱的 这家屋都卖的 大概2万元一尺 算起来大概是7000万左右 你觉得整整